交通部铁路改建工程局打算要花四千多万 为花莲县丰田火车站做拉皮再造工程 但是当地人觉得说你不如就把火车站南迁嘛 彻底可以解决风山村明东来希望的不便 但是协调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当地居民实在受不了了今天上午集体卧轨抗议 穿蓝衬衫的男子拿着白布条 企图冲下铁轨遭到在场的远景制止 居民会这么愤怒 全是因为政府要花四千多万整修 但丰田车站在一百零三年就要废站 整修不但没有改善交通 反而是在浪费公帑 由于花莲这段铁路将丰田 丰里 丰坪三个村划分为两半 村民东西往来都要靠地下隧道 不但交通不便 若是遇上风灾淹水 交通更是完全中断 早在九月份当地村民就开始拉白布条抗议 但是整修的工程仍然持续进行 交通部投注四千多万进行丰田车站的拉皮工程 只是让车站的外观稍微美化 对于车站的功能与效能完全没有提升 当地村民希望车站难以扩建 但整间计划预计在今年年底即将完工 再加上施工单位积极赶工 因此地方上要翻盘的诉求 显然难度有点高 中年新闻 廖卫林 王一仲 花莲采访报道